和往年相比今年南部地区今年截至目前为止的降雨量 只有大概往年的两成左右 水利署的南部水资源局特别为此召开了抗旱会议 不排除针对沟丛地区来进行第一阶段限水 水公司七区管理处表示 沟丛地区有八成的用水都是来自高平溪 但今年水量比去年还要少三成左右 供水确实吃紧 因此不排除采取第一阶段夜间减压供水措施 但预估在四月底之前应该还不会影响到民生用水 不过水公司还是呼吁民众节约用水 来共同面对缺水危机 一旦天宫真的还是不下雨限水的话怎么办呢 事实上因为极端气候的影响水资源格外受到重视 而一旦雨水不足的话 其实还可以来思考的是 环保再利用的趋势是不是也可以带到水资源的运用上 是否在现在尤其重视的是 未来南子中洲以及凤山西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怎么运用 节流过的水再经过凤山西污水厂的处理 每天有多达数千吨的再生水能够资源再利用 水利局规划提升每日污水处理量 而再生水的用法之一是排入凤山西 让溪流的紧致常载 预计这个到年底这个节流管线完成了以后 这个污水的处理量能够达到大概是八万吨到九万吨 那这个水我们会再增加一万两千吨的这个处理完的这个水 再把它移送到上游 所以整个的潮工郡跟凤山西 就会有很稳定的这个处理回收水的一个使用 老天再不下雨 高雄就可能出现缺水危机 包括男子污水处理厂 迄今中中污水处理厂 及凤山西污水处理厂在内 每日再生处理的水源 反而能成为比较稳定的水资源 台湾地区来说在这个时节的都比较缺乏 如果能够在回收水的使用方面 有一个很稳定的水源供应 那应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水源取得方式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大高雄的几个污水厂 我们都会不断的来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 并且最适量的提供这个水 给相关单位来使用 来自污水厂的再生水 也被国营事业向重 评估和市府合作转为工业用水 渴望取代部分自来水节约使用 港东新欧文员周福庆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